臭豆腐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 好吃到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是我初中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中国同学 他跟我说过的话 他谈论臭豆腐的时候 那种语气和生态 我到现在还忘不了 也是因为这个臭豆腐的货题 让我在学生时代 对中国产生了无限的好奇 为了来体验我同学说的那个臭豆腐 大学的时候 我特地赚钱买了一张泰国到中国的机票 来到长沙 我那个时候真的太好奇了 也是因为这次年少的旅行 让我爱上了旅游 也让我爱上了这个国家 我去过丹东 穿中国朝鲜族的服饰 在鸭路江旁拍照 我去过苏州州庄 第一次坐黄暴车 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江南水乡的肉心切意 我去过广州 才知道早茶不是一种茶 而是一种融入当地生活的饮食文化 我去过雪乡 第一次看到漫天飞雪 白矮矮的一片 旧如同童话的世界 我去过飞一只城船州 看到了一座充满信仰的城市 这里随处都是百年甚至千年的古建筑 他们就竟然的坐落在城市里 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 我还是过嘻嘻哈的烤肉 去过内蒙古的沙漠 逛过黑河的早市 游过舍水马龙的香港 参观过中国的国门 走过浪漫的哈尔滨 赞扬过北京的天安门 跨过武汉的长江大小 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文化 气候 饮食 生活 各有不同 但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充满着年薪的活力 每一次再去同一个城市 他们一定都有新的变化 这已经是我第六次来长沙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长沙的时候 还没有高铁 我是坐火车去的张姐姐 而我第二次来长沙的时候 不过短短几年 这里的高铁就已经成熟到可以通往全国各地了 我很喜欢长沙 因为这里食客洋溢着兴兴的味道 这里很热闹 很有活力 还有很多好逛的 好玩的 喝超多的美食 就感觉这里的人应该非常热爱生活 你好 来一份那个长沙臭豆腐 要大分的吗 要10块钱的那个 好的 来 请少 10块钱 我好喜欢吃臭豆腐 上次带大妈来中国 就带他们来吃臭豆腐 他们也非常非常喜欢吃 臭豆腐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中国传统小吃 煎普通的豆腐发酵 在高温油炸 淋上顺水 再配上湖南特色的辣椒酱和萝卜干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独特 而且超级美味 很臭又很香 很难形容 好好吃 这条江叫香江 岩江边有很多人在这里散步 休闲 而这个 是一个在香江中间的小岛 叫橘子粥 岛上有一座毛主席新年时期的雕像 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 这里写的是毛泽东年轻的时候 在长沙德书 还在这里游过泳 新年时期的毛泽东 在直至搜头 写下了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鼠风流人物 还看 今朝 这句当年的话就是一句预言 预言了现在高速发展的中国 我记得以前黄行路不行 只要不是这样的 才过了几年 哇 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的白天和夜晚都非常吸引我 这里的晚上好繁博 好多年轻人 感觉好有青春的活力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中国 我想说 因为这里让我看到了一种关于青春 和幸福的文化 中国人的这种青春活力 它不许绝于个人的财富 背景 年龄 而是来自于这个国家的体系 它能平等地给路上的每一个人 带来一份安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